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的区别 滚动摩擦力是指相互无接触的物体之间有相对滑动时 物体之间产生的摩擦称为滑动摩擦 注意滑动摩擦不是动摩擦 滚动摩擦力 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表面无滑动作用的滚动 或者是滚动的趋势时 由于两物体在接触部分受压发生形变 而产生的对滚动的阻碍作用叫做滚动摩擦 产生的原因不同 滑动摩擦就是物体连着另一个物体表面滑动时产生的摩擦力 净摩擦力是由于物体在另一个物体表面上有了运动趋势引起的摩擦力 滚动摩擦就是物体在另一个物体上滚动时产生的摩擦力 滚动摩擦力